各位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一颗我养了足足四年的海王 这颗海王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是十厘米 经过了四年的这个时间 它已经从十厘米变成了十三厘米 给大家看它现在的这个样子 来一张俯视图最容易看到 大家看,基本上俯视图它已经贴着这个盆壁了 大家看到吗 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它刚来时候种下去的样子 大家看看是不是变化很明显 海王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是仙人球当中的肌肉男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球体很硬很硬 而且非常饱满绿色的 而且它这个刺还是各有千秋的 那海王呢看的是什么 我觉得一看的是个头 它的个头很大 而且它不会或者说不容易分侧牙 就是这个一个头长下去 我养了四年养到十三厘米 我不知道再养四年后会变成十五十六厘米 但是总之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第一个看个体非常大 第二个看它的刺 海王它的价格 我个人觉得是取决于这个刺的 有的刺是金刺 有的刺是卷刺 根据刺是不是好看 是不是符合大中的审美 来决定它的价格 其次呢它的花 我觉得海王开花非常漂亮 我贴几张海王开花的样子给大家看 是不是非常的美丽 很鲜 和它这个肌肉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球体式肌肉蓝 开出来的花式小情形 这个上面还挂了两个种夹 大家看到吗 这个种夹熟了之后 我就可以播种 但是我还是比较懒得没播种 因为去年的种夹还在 我给大家看一下去年的种夹 这是它去年的种夹 我还没把它拆开来 懒得播种 我想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播种试试看 这是海王 当然我也还有一颗小海王 这颗小海王 这颗小海王的刺就比较漂亮了 比较凌乱 长得其实也并不慢 这颗海王我明年就要把它分盆了 这个海王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比较值得入的仙人球的品种 而且它不太容易涂涨 不太容易涂涨 它好像不太会涂涨 只要你不要经常给水 光照适当可以 它能够长得很好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侧名吧 鸡肉男的海王 很漂亮啊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儿 不断地给大家播种 播这个新的这个品种 让大家认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想了解的 也可以这个视频留言 我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回复 好 今天这个视频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